台灣是一座年輕的島嶼 活躍的造山運動 造就北海岸具有豐富多變的地形 山海交會的環境保留了許多具有百年歷史的傳統生活模式 也因此漁村信仰漸漸演變為豐富的海洋文化 在地的信仰幾乎都跟海洋有關 野柳的居民透過神明進海 祈福漁獲豐收 出海平安 展現了這座島嶼有著悠久與豐富的海洋文化 反映出在地居民樂天之命的精神 很多人形容北海岸像一個皇冠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的地質還有它的潮流風向 包含青石、海石等等 造就了多彎傲、多甲角這樣的地形 造就地方非常多傳統、友善、漁法 很重要的因素 多樣化的海岸線形成豐富的在地文化 也保留許多傳承百年的在地特色 以海為生、以山為石 在地居民保留下獨具特色的漁法 《金山蹦火》 我是2011年8月30號那一天 就在那個燈塔那個地方拍的 所以唯一就那個機會就給我逮到了 曾有一張捕青鱗魚的照片 登上2013年9月號國家地理雜誌 世界因此認識到僅存的黃火捕魚法 從國家地理雜誌在向世界發表了以後 世界各地的人都看得到這個金山 這個黃火捕魚 當時照片中的蹦火船是明瞬八號 盧秀熊是照片裡拿火把的火長 捕魚將近70年的盧秀熊 也見證了黃火捕魚的興衰 我以前是說抓牠了 現在他們這就是捧火了 捧下去捧 火點會捧不下去捧火 也就是插手網 由火長持火把引誘魚群 火光及聲音驚嚇魚群時嚇網 板頭仔與船員操作插手網 最後則是控制黃氣的放水 即負責開船的掌舵手 金山特有的蹦火魚業已有百年的歷史 第二代接替盧秀熊的李克通火長 將要親自為我們示範 百年前電時還沒引進前 草裡世代相傳地 кв Super Parw roof 釘魚方式 こういった話 odziがとう override 這次放很下火 放放 放到磅磅磅磅磅磅 放火 以前是放這個不磅磅 要倒而已 現在魚 你搖好的人也要來 要捐化放下去 要捐一下就放下去 你這樣要這樣 收拐起來 人也要去 對 垂圍磅磅磅 住在牛腹 谷口 魚跳躍出海面 然後被火吸引這樣的講法 它用台語講叫假會 都是魚的假會 全世界各地都有這樣 只是它可能就地取材 我們在北海岸 巴紮這個族群 它是用族製的火把 每年四到五月份 火山椒岩形成的綠石槽 慢慢鋪上海藻地毯 這時迎來北海岸最大的 遶境慶典 金山二媽回娘家 媽媽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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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傳每當漁民在海上迷路時 媽祖會保佑漁民安全返航 因此信眾把金山媽祖 迎回當初被發現的海石洞 顯示了北海岸居民 淨天思源的精神 這時 開始變暖的海水 象徵著青鱗魚即將靠岸 附集268號的火長 檢世凱 正在準備防火工具 這是黃港今年最後一艘 有運作的泵火船 開燈火 合計 公司 鱗魚 龍 電子 公司 人工 哪個 公司 他猛 如果不要火,那就是有火的地方 其實這邊很多都是親戚 那開船的那個就是 是我堂叔,阿鑫 就是我們鐵人 只要船有出檔,他都沒有休息 對 說我堂沒有,他也不行 阿姬他是我們在野宿的 我們台語叫鴻灰燕 他就是負責在放存 然後還有管理我們鴻的庫存 存放那一些 對 那個再來是那個我們蔡波澤 他是北桃話 職業的喔 他北桃話這一回做很久了 對,而且他蠻多造船都有從事過的 對,蔡波澤 那我們今年的船員大概都是這樣 六個人 可以正常的作業就可以 請你 怎麼嘛 有的 不知道怎麼是這 老闆啊 不知道怎麼不聊啊 我叫你說機會可以來啊 老闆啊 救你 救你耶 對我們鳳火船的人來說 它還是一個產業 它其實還沒有消失 但是如果 魚如果沒有進來 它遲早會消失掉 對 就只能會變成一個歷史的東西而已 一個歷史的文化而已 17年之後 我其實平均下來我賺不到兩萬塊的 就漁船的部分喔 一個人喔 一整年下來一個月賺不到兩萬塊 開來 不夠親咩 你到貢姑跟有看到魚那個心情 差得非常的多 不然平常沒有魚就這樣子 然後穿原就 就回去 各自回去 pén瓶 pars 寶石 麻 attrib 冇 提供 不夠親父 那其實現在我們主要附近有在賣清零元化都是拿來當 岩神釣的那個魚餌 這就是蘇珠跟我們買的 對就是岩神釣 今天我們回來當天他們就會跟我們買 那進來的時候就是扣養 用鹽巴有沒有扣養 然後會再進行保存 就是唯一的效率就是消費 消岩神釣的 那千零會比較 就是價格比較低 然後那個應該說CP值最高的 魚餌這樣子 因為也是以前數量很多 以前這個數量是非常的多 以前在旁邊可能都會跳起來了 都勾得到了 那只是現在因為它沒辦法靠岸 它沒有靠岸了 所以導致說才數量變那麼少 那其實是在外海 這裡就是2016年3月10號發生 德響台北輪油污事件的地點 那這整個海岸全部都積滿了油污 那有魚骨子才養得到油污 那魚骨子才養得到油污 那油污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那魚骨子才養得到油污 那魚骨子才養得到油污 他們才吃的平土 鋪鋼也沒要買 沒要買有人 不然鋪鋼也沒什麼能量 整個油屋事件造成的縫火漁業 幾乎全面消失 這個鋪鋼以前幾年有了 現在這個 水都變了 鋪鋼煮後 沒有鋪鋼 鋪鋼在那裡 還沒鋪鋼 沒鋪鋼 沒人喜歡 鋪鋼鋼 鋪鋼鋼 這種鋪鋼沒有人喜歡 鋪鋼 很久 鋪鋼 鋪鋼 鋼 有 現在我們要架我們的插手網 他把它打開來 然後中間這個是壓殺 他可以支撐我們的插手網 他斷掉的話 我們插手網會夾起來 那很危險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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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3 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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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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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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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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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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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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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你這一年,你今天,你每天,你不管補多少 我照單全收 那這一點就是其他銷售的方式 它沒辦法相比較 就是像之前觀光這一塊 我也是不是很認同啊 就覺得說 我們是在抓魚的 像是什麼表演者啊 有時候會講的 講的比較難聽啦 大家做 做狗給別人看 這樣好像在那邊耍猴戚的感覺 2016年3月10號 在十八王宮發生得享台北輪的遊巫事件開始 從四艘鳳偶船至今變成一艘 我們都一直認為 如果說 這樣的文化 這樣的語法 在一個國家都沒辦法把它留下來 保存下來 我想 我們不知道我們還跟人家談什麼 我們是海洋國家 這樣簡單的說 台灣如果沒有火把業 台灣還剩下什麼海洋文化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有些人說 我都叫做海洋 海洋就是我們的 海洋文化的藝術 來喔 它怎麼樣翻掉 等一下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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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有魚的時候它會一直點 它會聚集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它是不抓的 喔 你都會抓 對 我才說過 這樣就抓不到 問你問你問你 你看到 為什麼原路不到 來 前面有解說法 我看這一隻都 攻 起來 手 攻 扶這邊 向前面 好 往前走 攻 喔 小弟我要買魚啊 哈囉 那經過這一次的 我們的那個文化導覽 在地的深度 深度之旅 能夠希望說能夠帶更多人 來了解我們黃港 能帶動整個黃港的 一種社區 再造還是說我們的黃港 融爬在線的一種表現 那個畫面啊 那個整個魚群 然後加上那個夜裡的光火 然後有一幕是七月底 有一群攝影團包傳 那天剛好出大集 整個戲啊 搭配那個 我覺得那個太棒了 我真的一定要發揮 看今天能不能遇到 好啦 今天一定要看到魚 拜託喔 我期待很久 特別請假來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 對這種活動有興趣 就覺得說 如果之後真的有機會的話 也希望說能夠跟 像是北關出 或者是其他一些單位 看能不能夠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多加宣傳 這種活動 好 那我們 那我們都上 上船了嗎 我們稍後會去追他們 什麼事 我們都要去追他們 那你們看 我們都要去追他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每年吸引了多少的游客 因为这样的游法来到北海岸 它造就了多少地方的观光收入 那现在的压力是应该是说 如果我有找到游 那之后的导游它会比较好救到游客 如果没有找到游的话 点起来没有游的话 那客人来看泵尔船运营会降低 因为毕竟你要船员养的活 你才有办法去从事这个行业 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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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